你好,欢迎收看3月28号大花联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花联县政府推出了清明节扫墓的便民措施 直至起到4月3号,民众可以在13乡镇市的护镇事务所领取鲜花 花联民众可以踊跃利用 3月底将结束了,4月初就要马上来临了 迎接来到清明扫墓日子了 花联县政府并且办理清明扫墓便民服务 从3月26号起到4月3号开放民众在13乡镇市护镇事务所领取 4月4号、4月5号在公墓以及纳谷塔发放鲜花以及矿钱水等扫墓用品 欢迎民众踊跃领取 清明将至盛中追远 县府未便于花联乡镇市扫墓 于3月26号至4月3号上午8时至下午16时 与各乡镇市护镇事务所备有鲜花供花莲乡亲取用 令于4月4号及5号上午7时至11时 与本县设置扩大42个服务据点为乡亲服务 清明扫墓是中华民国传统重要的祭祀节制 交人共同祭祖扫墓缅怀新人恩哲 幸福民生厨长林静虎表示 欢迎服务为了传扬追思禁足美德 并且鼓励民众返乡记住 从102年开始规划亲民扫墓并民服务 在13江镇市护镇书所以及公墓 纳谷塔等据点发放鲜花 以及矿钱水等扫墓用品 成功民众好评 10月4号到4月5号 在公墓纳谷塔设置服务据点 发放鲜花以及矿钱水等扫墓用品 苏联有限发往为止 记得继续欢迎欢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